與蕭英青對談,今次講一些比較上與新聞有關係的事情 施先生,你在專欄上提過三權分立 你說有些政客不理解,你可不可以今次用你的口再講多次 我認為行政、立法、司法都是一個政治體制的組成部分 他們在政治體制裏面各有特色,但亦不是完全割裂 現在有一些認識看得太簡單 尤其現在在這個世界上,如果行政和立法 其實基本上是很難切割的 即使是西方的民主社會 所以你責政黨,通常在國會裏面都有多數票他才做到責政黨 他的立法基本上都是為了在為政黨施政的需要去立法 所以兩者是很緊密的 至於司法,這個司法系統其實都是建制的組成部分 都是為建制服務的 你說法官在審案的過程中 當然行政最好是不可以去干預他 這是最理想的狀況 但是這個是和平時期 各樣樣樣樣樣樣順利的時候 或者建制建立得相對鞏固他的外在的敵對力量 沒有辦法威脅他的時候 他就可以相對分辣 但是譬如你革命 你當然要奪取政權、華語權 你初初奪取回來的時候 你當然是行政權又奪、立法權又奪、司法權又奪 不會說其中一樣不奪 他奪取了都是整個建制的考慮去分配他的工作 美國的法官雖然不可以解僱他 但是譬如大法官都是總統去任命 任命的時候共和黨上台 就是任命那些不接受墮胎那些 民主黨上台就相對自由化一點 就是每一個政府或者政治體制裏面 他三個權力都是為了建制服務 當他受到… 那些人會覺得是說建制派 建制派和建制不同 所有政府都是一個建制 一個establishment 一個establishment 當然是建立起來 為了一定的基本政治理念去運作 他當然是一體化的 譬如在美國 你不可能容忍一些人 他在政治上贊成政教合一 美國是有宗教自由 但他不會贊成政教合一 如果你的政黨是要在美國實施政教合一 他可能都不讓你在美國活動 所以就不是完全… 就好像有些人這麼理念化 完全分辣 那你說香港政界不理解最重要的部分在哪裡 他們就將事情簡單化 譬如香港由英國殖民地轉變成一個特區的時候 其實是整個體制都會改變 鄧小平自信心爆棚 就以為可以就這樣轉移過去 很多事情都不改變 實際上大部分國家在基本憲政作改變的時候 他是按照新的憲政行政立法 那些司法都一起改變 就不可能完全不改變 但問題是說其實這個不只是… 所以他要有一個整個體制的總… 總設計師 是啊 總的構思 其他東西都要配合 就是因為以前沒有做 就是沒有做 現在說一要配合就當不對 實際上一定是… 但會不會就是因為說得不清楚呢 其實所謂的配合 大家都不知道配合什麼 就是配合那個建制的目標 你建立的制度當然有一個目標 那這個其實是不是需要一個比較… 大家仔細去討論一個論述出來 或者一個綱領 至少用一個開放的態度去聽聽不同的意見 但現在就一說說生權其實是互相之間有聯繫的 有一個共同的建制的目標去 govern住的 有些人就認為這個不用說了 一定是政治不正確 但實際上你建制建立的時候 一定是生權都配合的 不過其實生權配合這一件事 我想我們可以再細分一點 其實立法和行政之間都有一個合作在這裏 如果不是都不會有一些立法會議員都入了行會 這就是因為希望行政立法關係可以有一個比較好的狀況 英治年代 港督又是行政會議主席 又是立法會議主席 所以其實是有的 所以這些情況是存在的 那會不會就是說 其實你現在說的那一件事就是說 基本上大家不要立場先行 是的 譬如形勢一緊張 譬如中美冷戰 一切都有一個更加高一點的政治目標 個個都要向它配合 但是拉孟晚舟的時候 美國政府出來見記者 立法又有司法又有行政 又有幾方面的人齊都出來 一起來煮死你 他自己最近美國出了一份政策文件叫做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ward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他說得很清楚 國會就是負責立法的 他的功能是甚麼呢 就是Provide Legal Authority and Resources 我看過 但問題就是 其實會不會這一個就是 我們回回來說 就是香港不清不楚呢 這些東西 所以香港很多政客沒有從歷史的角度 你所謂的政客是否建制也好 反對派也好 因為這個政治目標是影響到他的建制 你所謂的那個其實就是 立即我想起就是 譬如好像是二次大戰的時候 基本上 在回歸之後 大陸曾經是寄望 順利回歸 成功回歸 但是這段時間 很明顯 不是很成功的 如果不是很成功的情況下 他必然要重新研究 以後走下去 應該達建一個怎樣的制度 他在思考達建這個制度的時候 一定是行政、立法、司法 全面一起考慮的 所謂的考慮的意思 你覺得是否需要香港的持份者 都一起去談 香港的持份者 你看一下在什麼制度下 你有多少份 還有你普通人 很多時候在世界上 是先要適應環境 香港人以為自己是 可以主導 其實世界不是這樣的 所以我說要提醒香港人 就是當現在整個建制 要重新檢討的時候 你說將它生的行政、立法、司法 要分得很清楚去看 不可以混合 不到你說混合不混合 實際上必然混合在一起去考慮 才建立到一個新的制度出來 現在就是這個新的制度 我認為在 你現在不覺得現在這個新的制度 開始在引育當中 當然在這裡 叫做引育也好 設計也好 現在是重新構思 重新定位 重新設計 這是我們現在面對的情況 你之前提及過很多次 二次回歸的說法 你對這個說法 或者這次的所謂二次回歸的過程 你樂不樂觀 我個人的判斷 原有那一套 其實已經 北京是有良好願望下 北京是有良好願望下 作了很多妥協 提供了很多特殊待遇給香港 但是香港當時的反對派 那些就認為那套不好 假民主來的 騙我的 要揭穿它的 然後用一些更好的去取代它 我自己擔心的 就是當時 北京給的內容 那些特殊地位 其實在當時的環境下 以共產黨執政在中國的情況下 是最好的版本 我們令到它原有的設計 無法執行 令到一國兩制無法在香港實施的結果 就出現了要搞第二次回歸 你樂不樂觀 第二次回歸 第二次回歸 因為第一次那些被否定了 被否定了 我不認為北京會讓香港走 整套西方的制度 亦都不會讓香港有一個親西方的政權 所以它第二次回歸 設計出來的 無論行政、立法、司法各方面 這些是一個制度的基本 制度還有軟件的 教育、宗教、文化、藝術、傳媒 你當你在第二次回歸 它全盤都會設計過 設計過的結果一定是沒有第一次那麼鬆 有很多人經常將新加坡和香港比較 有很多人都覺得新加坡在很多規矩上都緊了香港 例如政黨法或者一些民生措施 你覺得香港和新加坡之間會不會影響 我剛才說鄧小平信心爆爬 這個是說得好聽一點 實際上是對形勢估計錯誤的 他以為這麼容易就可以從一個殖民地 轉去一個特區 所以他很多事情都太理想化 以為公務員整批樓低都沒有問題 教育、教教都沒有問題 李光耀一早說這套想法根本走不通 因為他走過他就知道 公務員普通基層不換都還OK 你起碼最關鍵的地方都要認同你新的勒憲精神的人 才可以進去 所以現在我相信公務員一定會大換班 你覺得都會大換班嗎 公務員大換班 司法系統都會大換班 但對香港是否好? 對香港不是好不好的問題 這個世界不是由你好不好決定 由你去判斷事物會怎樣演變 你去找到你自己生存的空間 好不好?合不合? 世界不是這樣運作的 我都知道 其實我一問好不好這個字 我都知道我問錯了 因為水平不足夠 這不是一個好不好這麼簡單 可以解釋到的事情 不過剛才跟施先生的對談裏面 有些問題 其實過去很少聽到外面的人說 因為我們比較上是說得深入 以及能夠從一些細節上去看 希望這一節大家可以再看一兩次 從中你贊成也好 你反對也好 都希望能夠為你提供到一些資訊 有一個好奇 escaped C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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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AN